王柯和刘涛参加某节目时,王柯自曝,自己在创业失败之后还欠了很多钱,曾一度变得堕落,每天关在房间里不肯见人,而就为了使自己能够更好地逃避现实,他每天都靠着安眠药入睡,醒了又睡,睡了又醒的日子仿佛没有尽头,后来造成了营养不良,整个人暴瘦,精神萎靡,曾在刘涛生产的时候阴导失禁,心跳一度停止,靠点击就回性命,但是刘涛却没有离开过他。 即便他变成了一个没有用的男人,一点都没有担当,他也依旧守护在他身边。 就是你知道,因为我吃了太多的安眠药,我记不起来了。 你看这个时候,你看这个时候他多瘦,就是他吃很多药嘛,就是说就很瘦很瘦。 感谢观看 看